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,10月下旬举行了法说会,公布了超出市场预期的2024年第三季财报。 在AI需求的助力下,台积电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9%,净利润同比大涨58%,预计四季度营收将继续增长超11%,全年美元营收目标再度上调至同比增长30%,台积电第三季营收新台币7596.9亿元,同比增长39.0%,环比增长12.8%, 税后净利润约新台币3252.6亿元,同比大涨54.2%,环比增长31.2%,每股收益为新台币12.54元,折合美国存托凭证,每单位为1.94美元,每股EPS达新台币12.54元,创下新高。 如果以美元计算,台积电第三季营收为新台币235.04亿美元,同比增长39.0%,环比增长12.8%,超过了此前台积电给出的业绩指引的上员,营业利润111.62亿美元,同比增长58.2%,净利润达100.58亿美元。 同比大涨54.2%,超过了此前市场预期的94.8亿美元,毛利率为57.8%,超出业绩指引的53.5%至55.5%的上员,营业利益率为47.5%,税后净利润率则为42.8%。 从各制程工艺贡献的营收占比来看,得益于苹果A18系列处理器的出货,3奈米制程的营收占比提升到了20%,相比上季度增长了5个百分点。 而5奈米制程的营收占比则为32%,7奈米制程营收占比为17%。 总体而言,包含7奈米及以下的先进制程的营收达到了69%。 从各应用领域贡献的营收占比来看,高效能运算营收同比增长11%,占比高达51%,智慧型手机占比34%,物联网占比7%,车用电子占比5%,消费类电子2%,其他占比1%。 从营收同比变化来看,相比上个季度,高效能运算营收增长11%,智慧型手机下滑16%,物联网增长35%,车用电子增长6%,消费类电子下滑19%,其他增长8%。 根据台积电的预计,其今年来自AI伺服器处理器的营收贡献相比去年增长了超过三倍,在整体营收当中的占比达到了14%至16%。 这主要受益于GPU、AI加速器、训练及推理用的CPU的需求带动,而且还不包括AI边缘运运算联网装置。 台积电表示,第四季将持续受益于客户强劲的需求驱动,下半年以来,AI应用均扮演了主要的增长动能,推升了5nm及3nm等先进制程需求。 对于AI需求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繁荣的问题,台积电董事长纪总裁魏哲嘉指出,AI需求是否为真实,它的答案是真实的。 所有的AI创新者都和台积电合作,为何说是真实需求?因为台积电也在研发当中与厂区当中使用AI。 在回应分析师追问,AI对半导体产业有多大影响时,魏哲嘉进一步指出,AI需求正要开始。 他的一个关键客户说,现在的需求是很疯狂,但才刚开始,并将持续数年。 魏哲嘉说,将持续与客户合作,严谨的规划与评估合适的产能,以支持客户需求,同时达到股东价值最大化。 就台积电自身应用,AI来说,效率1%提升就是10亿元的提升,也因此受益于AI使用。 除了AI需求增长以外,魏哲嘉认为,其他需求也都稳定看到开始复苏。 在此背景之下,台积电财务长黄仁昭表示,在32新台币对亿美元的汇率基础上,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约将介于261亿至269亿美元,环比增长11.1%至14.5%。 相关美元营收目标大致优于市场预期的环比约10%的增长率。 预计第四季毛利率将介于57%至59%,营业利润率将介于46.5%至48.5%。 基于第四季美元营收预测,台积电预计2024年全年美元营收将同比增长近30%,较此前预计的介于24%至26%之间的水平再度上锈。 总裁魏哲嘉则表示,台积电预估全年美元营收成长近30%,这主要来自于技术领先与AI应用的驱动。 台积电第三季资本支出规模达64亿美元,较第二季资本支出63.6亿美元,微增0.63%,较2023年同期的71亿美元资本支出减少9.8%。 累计今年前三季台积电资本支出约185.3亿美元,较去年同期252.1亿美元,减少约26.5%。 预计2024年全年资本支出将略高于300亿美元的目标,其中将有70%至80%用于先进工艺技术,10%至20%用于其他专业技术,约10%用于高级封装、测试、批量生产等。 黄仁钊表示,台积电每年资本支出规划,均以客户未来数年需求及市场成长为考量。 今年人工智慧AI应用需求强劲,台积电通过调整资本支出以应对客户对AI应用需求。 展望2025年将是健康成长一年,预期资本支出会比今年增加,但相关细节要等到下一次法人说明会才会进一步披露。 与此同时,CoreOS先进封装产能不俗是目前BI晶片产能增长的关键瓶颈。 对此,台积电也在持续扩大CoreOS先进封装产能,但是依然是供不应求。 魏哲家指出,台积电投注许多新力来增加CoreOS先进封装产能,客户对CoreOS产能需求远大于供应。 尽管台积电近年增加的CoreOS产能相比2023年超过两倍,但仍供不应求。 台积电仍会全力应对客户对于CoreOS先进封装产能的需求。 对于未来几年,台积电在先进封装营收成长趋势,财务涨黄仁昭预计。 未来五年,台积电先进封装业绩增长幅度,将较封装产业平均增速增长更快。 先进封装贡献的营收将占台积电整体营收比重约高个位数百分比,相关毛利率也将逐步提升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近年来,台湾的电价持续上涨,也使得台积电的用电成本大幅增长。 魏哲家表示,台积电确实在台湾建设了许多新厂,需要大量的电力、水及土地等资源供应。 因此,也与政府保持非常密切的沟通,并告知他们台积电的需求和计划,政府也基于相关电力供应的保证,无论是核能还是绿能。 但目前还无法透露任何详细的计划,但确信会获得足够的电力和其他支持。 由此可见,随着台积电在台湾先进制程产能及先进封装产能的持续快速增长,对于电力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,这也使得电力供应安全成为了外界关注的重点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